全家福 它的镜头 它是会伸缩的 看到吗 就自己开 Logic Scan 了 嗨 我是可恩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 全家福 你们等了很久的华为PG10 终于来了 现在不可以叫PG10 人家改名了 叫做华为Pura70 P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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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了 反正就是P字头啦 接下来如果我念错你们当我念对就对了 说中国已经是发布开卖了 Tip Malaysia的话 我当然第一手给你们拿到了 而且一共三台 也是马来西亚会带进来的版本 小弟华为Pura70 然后就是二弟华为Pura70 Pro 最后就是老大华为Pura70 Ultra 讲真的这个设计我第一次看到 我是觉得很离谱 这个镜头到底是什么事情 其实它们三个是很相似的 P70和P70 Pro可以讲是一模一样 最不同的就是P70 Ultra 前面两台它的镜头位置都是一个三角形的 Pura70 Ultra 它把闪光灯跟XMesh的字搬了下来 所以有一个吐起来的小模块 而且只有P70 Ultra 还用了素皮材质 然后上面有一个X的纹理 摸上去其实是很细很细 它不会吐起来的 其他两台像是Pura70 跟Pura70 Pro就是用了一个普通的磨砂玻璃 还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镜头的布局 这两台它的主镜头下面的这两个 这个大大颗的眼睛是一个zoom lens来的 但是它的主镜头是大大的这个眼睛 这个下面的才是zoom lens 转来正面 我这样子拿就很明显了 Pura70它是一个直角边框 6.6寸的一个直面屏来的 另外两台就是很圆润的一个四曲面屏 6.8寸 那如果是手感上面来讲 肯定就是曲面会更加舒服一点 而且曲面屏可以让那个screen看起来很饱满 然后很高级 然后也可以卖你 然后屏幕材质也是不同的 像P70和P70 Pro 它用的是第二代昆仑玻璃 Ultra用的就是硬度更高的 叫做玄武钢化昆仑玻璃 昆仑本来就已经是很耐挂了的 这样子玄武昆仑就是更加夸张的意思 其他的不同点就是电池啦 Pura70它是一个4,900毫安的电池 加66W快充还有50W的无线充 Pura70 Pro 5,050毫安 然后加一个100W的快充 还有80W的无线充 然后这个Ultra是最大电的啦 就是5200毫安 加一个100W的快充 加80W的无线充 那我们三台同样都支持 IP68的防水防尘 双扬声器 还有那个AI隔空操作 手势操作也是有的 接下来就到了重点啦 Pura70 Ultra 它的镜头是会伸缩的 看到没有 就好像Digital Camera卡片机这样子 它镜头会ZOOP伸出来的 然后我的手机它是青色的嘛 所以它伸出来的那个镜头 它是一个红色的镜头 那这个就是华为的伸缩性摄像头啦 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 就是要成为一寸大底界中最薄的镜头模组 目前一寸大底界里面的手机 比如说小米14 Ultra啦 它的镜头是不是大大个又厚厚这样子 今天你要做一寸大底 你就要接受它的镜头的厚度 这样华为它就想出了这个 伸缩结构性的一个摄像头的模组 那镜头模组啊 足够的伸缩空间 就塞得下一寸大底了 而且哦 它还有这个F1.6到F4的一个可变光圈 你看它一直变大一直变大 一直变小一直变小 那讲到镜头 我自己也是去试过它的拍照了啦 我觉得这次它在拍照上面的进步 是真的有明显的 里面有一个新功能叫做闪拍 就是无论你的手有几斗 你拍的东西移动有几块 它都可以捕捉得到拍得很清楚 然后Zoom上面呢 也是有一个3.5倍的光学变焦 还有一个10倍的混合变焦 但是人家现在哦 不单单只是讲Zoom了 人家现在讲的叫做Zoom Mako 可以拍远 也可以拍近 而且拍近的时候 还可以再中进去 这个是普通拍靠近照 但是这个Pura70 Ultra 它普通拍靠近是这样的 你们看 你看上面的那个纤维 都完全看得到了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现在我拿出一台普通手机 做不到最前去 OK我开Macro 嗯 这不够刚才的清晰 你看它其实也是很萌很萌很萌 还有这一张照片更夸张 是我朋友帮我拍的 密封的眼睛 你们看竟然 我还可以再zoom进去啊 赢不赢 这zoom我真是Next Level了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够的 我们来拍 手毛 哇你皮肤也是很干一下哦 对 很美耶 一条条很滋润的样子 突然又变到 OK另外一个 Hello Where's this? 哇很萌 很萌耶 它要嘛focus不到 要嘛就萌成这样 这边我们准备了很多细胞sample 放在灯下面 哇还有点显微镜的感觉 看到吗 10倍 哇 厉害耶 真的很像显微镜哦 普通手机也是可以拍耶 微餐员 真的是很细很细很细 看到很细很细哦 因为时间有限 我下一次就特别出一集 拍照测评给你们看啊 然后这次我还有一个功能 是我觉得很有用很有用很有用 就是我 不需要开touch and go 都可以直接scan qr给钱 只需要 咚咚两下 OK 现在我已经准备了Hakad的一个QR Code 需要给钱它可以这边给啊 一人五块 不要动 只要scan不到 啊 多多一三 现在我手机咧是没有开任何的相机app 什么都没有就在home page了哈 我们就对着这个 它就会出这个scan这个字 然后我后面敲两下 看到吗 是自己开 我就scan了 是不是很方便 我是不懂它到底是怎样scan到的 它后面有眼睛的啊 你看它就开了 颜色上边呢 在这个Pura 70 Ultra我拿到的是一个绿色啦 叫做香松绿 我实际肉眼看呢 它就是一个很温柔的豆沙绿色这样子 它后面其实还有两个颜色 就是一个是黑色 还有一个是深巧克力色 然后PE70 Pro的话我拿到的是一个雪白色 真的很白很白 其余还有一个黑色 然后还有中国版本是有一个紫色 但是我不懂马来西亚有没有卖紫色啦 OK不用了 其实这次我拿到的就是一个死亡芭比粉 很死亡很死亡 它其余呢 也是有黑色跟白色啦 如果真的不喜欢粉色 你们就可以选到两个颜色 好啦 华为P70三台机就已经看完了啦 这三台是confirm是会来马来西亚的 而且估计5月份就会发布了啦 首先就是PE70 3699 PE70 Pro 4899 PE70 Ultra 6599 听说这一次哦 他们有谷歌跟着回来 这次是真的可以用大支撑了 我好像 有有力气